好了,回來了 查理斯三世,現在說一說 不是說他的壞事 其實這次嚴格來說,我們都很持平 我們都要說他一些好一點的事情 其實這個人,你說是不是傻的? 查理斯 我也跟大家說,其實不是的 其實他有些事情都看得很通透 但是當然,他這個人也很現實的一個人 所以,我們之前有節目說過 他花了他成年人的全部生命去搞錢 他自己的莊園是賺很多錢 他跟英國的政界人士說了一番話 他講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是時候要跟大家解釋 第一件事 就是現在允許通貨膨脹上升的後果 這是第一件事 即是叫政客出來說真話 第二件事就是 你跟俄羅斯打對台支持烏克蘭 這樣就會降低了英國人的生活水準 你要解釋給國人聽 你支持烏克蘭是有代價的 你不是無代價支持烏克蘭的 好,還有就是 第三件事就是要告訴你的後代 即是從政的人 子孫後代 你們是要應對 我們這一代人 留給你們下一代人的國債 而且這個國債 還是不斷增加的 還有這一代人 應該是要出盡全力 去幫助下一代人 應對增加的國債 這些是很有常識去說的 其實 你說查理斯 他說這番說話 其實是想怎樣呢 第一件事 其實就是 他明知道一件事 就是 他的國家裏面的政棍 是一定不會 將這些事情的原因 解釋給他們的國民聽的 其實是很趕客的 有人都這樣支責過我 即是你這樣說真話 很趕客的 即是說這些事情 是趕客到不得了 查理斯 沒錯 好像網友那樣說 他是裙腳仔 但是裙腳仔也有時候會說真話 其實現在英國面對幾個問題 第一個 基本上就是 跟那個通脹是有關的 那為什麼會有通脹 就是 新冠時候 刺激經濟 刺激過了龍 刺激過了龍的時候 那就會有通脹 這是第一個原因 但是 其實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跟俄羅斯正面對抗 撐烏克蘭 這件事有兩個後果 第一件事就是通脹 第二件事 因為你 實際上 在國際上的收入沒有多到 即是英國來說 但是支出多了 那你一般人的生活水平 其實就是要降低的 其實就是 裙腳仔是否良心發言 講事實 他為什麼會說這些事實呢 其實他自己也看到英國很大的問題 就是那些政棍現在 每個人都在說謊 從來都是說過政策會很痛苦 但是就不說為什麼現在要走這些政策 英國的政客 他不會聽國王說什麼 老實說 有些政客還會罵國王 就說 你應該不要出聲 你出聲 是違反了憲法 其實是沒有憲法的 不過他是憲法傳統 英國沒有成文憲法 但是他有憲法傳統 這個一定要說清楚 Winsley 多謝你的支持 Connie Chan 說 查三世已經七十多歲 從來都沒有社會工作 真的幼稚 他呢 有一件事你不可以笑他 他管錢是有一手的 他是有錢過他媽媽很多的 他利用了他免稅的優勢 去做了很多投資 他本來接到他太子之位 他下面的莊園 就是這個Prince of Wales 他那時候做太子的錢 他本來是少錢過他媽媽很多 還有那些錢最初營運得不好 然後這個查理斯 你說是不是一個廢柴 就不是 他之後找了一些團隊 其實我們之前有節目講過 他找了一些團隊 就是幫他搞到是很有錢的 其實就是 是非常有錢的 那好了 另外一件事要說就是 那個國債問題 因為現在有赤字 赤字要頂住 唯有借多些錢 其實就是要後人去給那些錢 現實就是 那你怎樣去幫扶你的下一代 現在我也要說實話 這些道理很簡單 一個家庭這樣說 你沒可能借一大堆錢 要兒子去還 這些是不負責任的事情 但是為什麼一個國家可以借一大堆錢 要國民之後還呢 有些理論是這樣的 不要緊的 只要我們可以繼續走下去 那些國債不用還的 那些國債 那些國債 多了就由得多了 因為下一代人會繼續走 那就可以繼續借錢下去了 有些人的想法是這樣的 但是 你這樣走下去的話 其實是不行的 現實上就是 現在有些國家的做法是怎樣呢 就是 它有一個通脹性 通脹性 到最後還錢 就實際上還少了 那個遊戲就是這樣玩的 但是這樣對下一代公不公平呢 其實當然是不公平 查理斯說這番說話 說完呢 是不是等於沒有說呢 其實是的 道理很簡單 政客不會聽他說 也不會解釋現在的問題給大家聽 就是為什麼現在大家的生活水準要降低 永遠不會說真話的 因為你告訴他 現在你的生活水準降低是這些原因 那很多人就不願意接受 就是你撐烏克蘭那些 就說不要撐烏克蘭了 但是你之後就說 我們不撐烏克蘭 我們會被俄羅斯入侵 就是沒有人頂著俄羅斯 也不是人人會接受到的 好了 那查理斯這個人 這個國王 他本人會不會 依照他說的話去做呢 就是他起碼 自己先走 先降低自己的生活水準 先降低自己的生活水準 這條牟理是不會的 我也很肯定地跟大家說 他絕對不會降低自己的生活水準 真的很認真地說 他不會做的 他只是說說說 你不要以為他真是 悲天敏人 做國王 看述民間疾苦 他不會的 這個人 看述民間疾苦 就不會用全副心思去念財 現實就是 他用他的莊園那些東西 如果你有些善心的人 可能好像釋迦茅利 就離開了家去做佛祖 現在當然沒有 佛祖是王子 我很少說這些 但是 有時候我也會說說 你做王子 就是全副心思去念財 根本不是為人做事 隨便出來說說環保 就算了 但是不斷坐私人飛機 連王室人員 坐私人飛機 你都控制不了 其實王室人員 為什麼一定要坐私人飛機 是沒有必要的 是不是 私人飛機多不環保 才行 先看看 好了 輝人類命運共同體 查理斯 會這樣想 證明他不是二世祖 有老窮一生之力 為王室積累金錢 他是為自己 而且是為自己的的子 積累金錢 他不會理會 他還說 王室的周邊成員 他還坐在他的三芒果 現在他是 輝人類命運共同體 就說 只有美國才可以不斷引銀子 不需要理會債務留給下一代 其實美國都害怕的 他的利息支出升到差不多 其實他們自己都麻煩 所以 你說 美元強勢可以強多久 我估計 就是 這個周期 是兩年左右 即是美元強勢是兩年左右 即是去到2023年 其實之後的周期就完結了 拖得車就塗衣服 跟他正宗敗家仔 這樣就不可以這麼說 他真的 他不是敗家的 他某程度上是輕業的 某程度上是 他某程度上是令到他自己有錢 比他媽媽的 都挺厲害的 八爪魚就說 他鞋帶也要劏 那麼 已經好過 就是 盧大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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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他也起碼沒有叫人拖銀子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唉 不要緊 說到這裡就算了 即是 英國的問題 誰解決不了 其實 我們為什麼經常都要重複這個 就不是黑 在英國的蠻友 而事實上的問題太大了 根本 找 這個 新韋城去搞 其實 他都是負責的 現在有些人出來說 就是說 他可能做得比卓慧斯短 他都要收皮 哈哈哈哈 哈哈 已經有人說了 哈哈哈哈 那麼 八爪魚就說 以前河山過澳門 都不會坐私人飛機 都是坐水浴船 其實 老實說 環保一點是對的 真的環保一點是對的 你說國家元首要不要專機 國家元首就要 但是你那些 周邊成員 說真的 好像 哈里仔 那些 他們怎麼用坐私人飛機呢 哈里仔 梅根 那些 根本都不是真的有錢到 可以坐私人飛機的人 其實就是 現實就是 但是 就是有這些惡習 很可惡 好了 那麼 輝日人來美軍公圖 他說美國沒有所謂 按 reset 鍵 方法之一 那麼 他現在很想按 這個 reset 鍵 但是按不到 長期都是按不到 哎呀 哎呀 你老美拖得得車說這件事 我看得到又生氣 又是火都來 拖得車經常流言 都令我火都來 那麼 他就說 昨天 就在香港電視台那裡 我不知道 什麼電視台的電視節目 就有人呢 就叫人去Surry那裡住 那 那 去Surry住不是不行的 就是我們都說過了 你可以的 就是這個舒利棍 你在Surry住都可以去倫敦上班都可以 其實你搭火車那些都可以去倫敦上班的 都可以 但是 這個問題呢 就是 你如果叫人去那裡住呢 你要告訴別人 那裡是做什麼 如果你是純粹去休的 那當然是無所謂 這個問題是不大的 你純粹去休是 但是 如果你說叫要賺食的人去Surry那裡住呢 那 某程度上 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想這麼說 因為 Surry其實是 就是比較難賺食的地方 就是 如果叫那些小孩去這些地方 那其實 這些是何人的 我的看法是 就是這樣是不行的 拖得車就說 開TV 離鄉別井的故事 整個節目是說BNO生活好 那 這個 就是 很荒謬 很坦白說 如果你在香港一個大城市 你生活當然是有它的方便 和有它的不方便 生活 香港為什麼說方便呢 就是交通那些 吃東西那些是方便 但是 一定有個代價 代價就是地價很貴 一定是這樣 大城市一定是這樣 全世界大城市都是貴的 那好吧 你說搬去這些小鎮 就像Surry的嚴格來說 是小鎮 那你搬去小鎮的話 那它有好處 房價當然便宜一缺 但是 其他東西就不方便 這件事在國內都有的 現在有些人 之前就說 其實我一向都想說這個話題 不如明天說 就是 有個地方 在內地上了熱龍缸 已經上了幾次熱手 為什麼會上熱手呢 就是 有些城市住的人 就搬去黑龍江 就買那裡的房子 那裡的房子很便宜 一平方米 就是一千多元 一平方米是一千多元人民幣 那麼便宜 當然有些人覺得很划 那如果你是一個 就是在內地做自業者的 你在哪裡上班也無所謂的 或者不上班也無所謂的 你只是交到貨給別人就可以了 你當然可以住在那些地方 那有些人就去了那些地方 那 那 他們就說可以 就是 體驗一下這些生活是怎樣的 但是每一樣東西都有代價的 其實 你去Surry這樣 你說Surry是不是很小的地方 其實嚴格來說 又不是 就是整個郡來講 都有百多萬人 整個郡來講 都有百多萬人 那 你說他們的地方 美不美 那有些人會覺得很美 因為我自己有朋友都是在那裡來的 但是為什麼 人家會在Surry住開的 都會搬來新西蘭呢 那 當然有些東西不好的 英國現在是 事實是有些東西不好的 但是 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選擇 就是我覺得 如果你不斷圈演說那個地方好 那我覺得也是沒有意思的 那 也多謝ChanCF你的留言 讚先生就說是 鶴崗 沒錯是鶴崗 其實鶴崗就是在黑龍崗的 我本來想說這個 他萬五元一套房是極端的 這個數字是不正常的 就是萬五元一套房 這個是特別便宜的 那 剛才我說的千多元一平米 就是比較合理一些 那 那 Kokimi就說很多年前 他去過Surry小住 感覺很悠閒 那 你悠閒有其他的代價 那 就是醫療那些東西 你說 會不會比較差一點 那一定是比較差一點的 那 那個現實就是 那 Kat Wong就說 英國人至Surry 來回上班幾個小時 當然是問題不大 因為 對英國人來說是常事 香港人 新界出九龍都說 不能上班 怎麼頂到 我朋友一個女兒 每天一程車兩個小時 其實我自己 小時候 讀大學 開車上學 但是 如果 塞車的時候 都要過幾小時 那 其實 你說 過幾小時 是不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其實 嚴格來說 不算的 但是 嗯 就是 香港人 你說慣不慣 就一定不慣 那 LionKing88 就說 Surry是一個省 是嗎 不是叫棍的嗎 我 這個 LionKing88 他就說得對一點 他說 Surry是一個省 那 我就不知道 我就知道 他就是一個 county 那一個county 我就覺得 棍是對的 但是 如果 如果 大家要知道清楚 問LionKing88 就對了 因為他是英國那邊 我的理解就是一個棍 不過不要緊 省棍也是一樣的 那 Retail UMM 也感謝你的支持 那 講到這裡 算了 休息一會 拖得車說有人推介貴州樓 其實 這些我遲些說 在內地 三四五六七線 城市 有什麼問題 休息一會 回來我們講其他話題 休息一會 在內地 中文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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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